因为陈丁飞在母亲节这一天 接受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广播专访 节目当中谈她的从政经验 针对2026年台南市长一战 陈丁飞是否可以成为台南首位的女市长呢 又可能因为赖清德子弟兵 也有意找足导致党内初选被没收吗 陈丁飞是强调 以自己女性的坚强任性 一定可以克服所有难关 阿扁总统很关心台南 现在希望台南母节路线的企业 所以这也是她一直期待 在台南是不是可以补足这个学分 民主胜地的学分 更坚信的路 我相信女性有她坚韧的个性 提醒我可能未来抹黑的动作会很多 那我就跟阿扁总统讲说 不是未来现在就开始了 所以我也这个在脸书上 也有说大家要保护我这只小虾米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用所谓提高的方式 我们也不去做回应了 那也没有意义 其实民进党的游戏规则 定得非常清楚 如果说在执政的县市 只要是新的局面 一定是初选 全民调 那我也非常相信赖主席 主席在巡回座谈的时候 他就有检讨说 2022会县市首长大败 就是因为没有初选 阿扁总统心情一直都很好啊 对啊 对啊 从我过去看到他 我今天还拍到 我认为他好认真哦 他主持的每一集的节目 自己都做了这样亲笔血 他的一些要访的一些访纲 然后一些题目 一些想要问的问题 我觉得他人好用心哦 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些后辈实在是 都对不对了啦 好今天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 柯文哲也发片就是感谢他的妈妈 然后提到最近很多抹黑指控 让柯妈一定很难熬 睡不好 只能安慰妈妈 这种穿着附会的抹黑 终就会过去 然后呢 柯文哲还提到啊 被牵连的 还有太太陈佩琪 申请退休 被说是转移话题 女人不是丈夫的负随品 他说陈佩琪的职业 跟人生的选择 他尊重并且给予支持 正如他永远支持我一样 最后柯文哲啊 趁着今天告诉所有的母亲 除了照顾家人孩子 不要忘了爱自己 更要孩子 别忘了跟妈妈说声 我爱你 这句话很简单 感动会是永远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立法院来进行党团协商 民进党的党团总召柯建民 常常在别人发言的时候 一直去插话 然后呢一插话 就是要讲到自己满意 他才罢休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认为 柯建民对于其他的委员 或者是主席是完全不尊重 因此他认为柯建民 就是在立法院作威作福习惯了 在野党跟这种 以老卖老目中无人的 立法委员进行协商 根本毫无意义 韩国瑜要说 我们这样五分钟后 以后每次发言限制五分钟 然后柯建民就在那边抱怨 你知道他光抱怨就抱怨了十分钟 就这样讲到韩国瑜说我们休息 不要再讲了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人就是在喇敌赛 他根本没有想协商啊 因为正常想协商应该怎么样 就是好嘛 我们人数比较少嘛 所以我们提出这个法案 可能国民党不满意这几点 民众党不满意这几点 那这几点你们最不满意的这些 我们拿掉嘛 那剩下你们可不可以通过 通常是要这样讲嘛 对 你有听到柯建民这样讲过吗 从来没有 他每一次来就是 你要嘛就是全盘接受我民主党 不然的话就算 然后你们提的法案都是错的 你们提的法案都有问题 然后就在那边抱怨东抱怨西 噗里啪啪讲完 就这样一讲就十节二十分钟 那这哪就要协商 这根本就要浪费时间嘛 而且柯建民有一个很垃圾的地方就是 他完全不尊重别人 上次黄国昌为什么被他弃走 因为你看到 连韩国瑜在讲话他都要插话 对 只是他对韩国瑜比较客气 他说拍谁我要在那边这样讲 那对黄国昌他就没有拍谁 就直接插进去 他在委员会更过分啊 是啊 老柯就是作威作福习惯了嘛 他就是凡在我关你什么 我就是要讲我的啦 那你讲话我也不尊重你 我就给你插下去啦 所以跟这种人协商有什么意义呢 完全没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做得很对啊 我们也不能剥夺他的发言权利 但是每一次讲五分钟嘛 讲完不够下次再来讲嘛 韩国瑜今天母亲节呢 我刚谢谢我们的粉丝 有看到一针破妈妈的照片 韩国瑜母亲节来送上祝福 只是他的爱心首饰呢 网友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嗨来朝圣 这是韩院长的爱心首饰 时事评论员黄耀明说 其实啊 在韩国瑜上任在立法院之后 有两个变化 第一 院内餐厅康圆生意变好了 立院参访者成情者变多了 人气变好了 他说这就叫做豁出的去 人进的来 立院厂商也发大财 不过呢 民进党的部分啊 像柯建民他说 立法院是蓝白联手 还说是毁线乱政 狼狈 违奸 庆竹 难输等等 他说耳后台湾只有更坏 没有最坏 只有更难 没有最离谱 520之后将是第二阶段 更严重的开始 他们想让新内阁寸步难行 想让总统无法执政 不可不知 不可不想 但真的是这样吗 前立委林卓水 他分析啊 在政府的卓内阁 恐怕会比扁 政府的苏内阁 处境更难哦 沈富雄大佬分析啦 2028赖清德 不一定赢 因为如果是台中市长 卢秀燕出现 在国民党内就会走出一个叫两岸政策的困境 那就是有机会当选哦 好 那看完了这个 2028 还有新北的2026 有没有办法复制2024呢 李四川被点名 李四川蛮强的哦 以他的潜力 还有新北市民的看好 苏巧会不能小看李四川哦 好 但是他自己说啦 这个人选 要熟新北市啦 自己届时一定会优角色 当然大家也期待 明天要更好啊 包含了 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以来啊 各界对他的批评 其实大部分都是正面的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认为 过去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的期间 民进党1450 用这个骗子小丑卖台的形象 把他给丑化妖魔化贴标签 现在韩国瑜就任立法院长之后 认真勤奋的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让这些黑寒的谎言不攻自破 过去韩国瑜在绿营的支持者心目中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骗子 你知道吗 绿营把他丑化黑化到一个 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知道以前年轻人听到韩国瑜三个字 反射性的想法就是 这个人是小丑 这个人就是卖台 这个人就乱七八糟 他们直觉上就是这样反应 可是这次韩国瑜回来之后 而且当上立法院长之后 因为媒体对他关注度很高 所以然后刚刚杨敏也讲 有国会直播嘛 那从这个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正常啊 他根本就不是绿营讲的那样的人啊 然后他做事情也是有模有样啊 所以过去的那些谎言全部都不攻自破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其实大家去想想看 过去不管苏嘉全也好 或是游锡坤也好 他们在当院长的时候 有媒体在关注 基本上没有 为什么 因为院长 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表现 他们就是放任 老柯一个人在那边作威作福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挂个院长的名字而已 所以当然媒体对他也没什么关注度 那其实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院长干了什么 基本上都不会知道 那可是韩国瑜也不过是在进行 他该做的工作 然后结果马上 就觉得他做的还不错 就你这样比较起来就可以知道 过去这两位院长做的多烂 毫无建树可言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